圣伯高僧们的重要答复 农历正月十九第十九道答案 圣伯高僧们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十九第十九道答案 传承戒冠内密 至少要有三位接受冠顶弟子 对传承戒冠内密的金刚绳 会根据人数而切成段分给他们 也会把金刚丸打成粉一并分发给他们 而唯一只有单人接受的真正内密冠顶 才会拥有一丈五尺到三丈长的度量金刚绳 和一粒险胜的活性金刚丸 这一条度量金刚绳属于圣法器 绳的最短必须为一丈五尺 长短是经过修法则决由金刚本尊定出的尺度 记住 法规铁定 只要接受冠顶弟子 没有一条一丈五尺至三丈长的度量金刚绳 就不是真正的内密冠顶 为什么非要有一条度量金刚绳 要明白度量二字的含义 即是量其冠顶屎与寿贯弟子 两者之间所占的距离 是用这条绳的长度量出来的 也就是冠顶屎站在金刚绳的一个端头 而弟子站在金刚绳的另一个端头 至少要相隔五米距离 而金刚丸不是离冠顶 是五米以外在弟子处显的圣 少于五米就是外道 就不是真正的内密冠顶 假如只有五米以外的金刚丸在弟子处显圣 而没有这一条测量距离的金刚绳 就不是真正的内密冠顶 而是内密加持 也许还是用内密在审查弟子的根起 有的心属坏恶之人 虚假欲骗之人 还以为自己受到内密冠顶了 就开始反对佛法僧 哪知他没有五米以外的金刚绳 他还在被查审阶段 就落马坠地 妖形毕露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待大圣德门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6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